挑戰用2000片積木拼霸王龍 買來啦!開箱! 哇!這個什麼龍? 壁龍 這個呢? 這個呢? 霸王龍 答對了! 今天我們來拼這個霸王龍 送給你想的哥哥 這麼多 一共有10袋 這個應該是底板 1,2,3,7,8,9 每一個包裝袋上都有編號 這一本是說明書 我的媽呀!這也太多了吧 我突然覺得又給自己挖了個坑 我先看一下 一共有400多個步驟 好多呀! 對呀! 還送了一個迷你霸王龍 我們先拼小的 給小猩猩 開! 老袋拼好了 合併 變成這個樣子了 小心一點 長的一端插到裡面去 對了! OK!到現在小霸王龍已經拼好了 接下來我們來拼 大號的霸王龍 挑戰開始 瑋哥我去洗澡 你拼小巨星看書 好的!我馬上去 21步才拼了4個指甲 這兩個零件都不知道幹嘛用 反正有齒輪可以旋轉 完了!差零件 這個長版版找不到了 沒有! 剛剛小星星掉下來一個 找到了嗎? 沒有! 這下麻煩了 只有用其他的代替咯! 兒子啊! 你是要去看書還是要拼積木? 我想看書 那走吧!看書去咯! 綿羊的捲髮 克萊特有一些難過 他的毛髮特別直 可是自己卻是一隻綿羊 你快去洗澡吧! 好了!爸爸要去洗澡了 你把腳髮 白了個白! 這個就是第一步的結果 原來這個是霸王龍的下顎 這些是牙齒 12點半了 早點睡覺 明天繼續 這些就是第二包的零件 開始組裝 各位觀眾龍頭要拼好啦 只要把這兩個合併就可以了 就問怕不怕? 好怕呀 好恐怖喔 我們到現在才拼到第98步 所以接下來我們一鼓作氣 先去滑個雪 兩天之後繼續 第五步完成 說實話我看不出來 這是啥 接下來是第六步 哈哈 終於拼好了第一條腿 原來這個是恐龍的身體 我想等把兩條腿都拼好了 一起合併 然後送給你兩哥哥 對 嘿 一條腿 兩條腿 接下來我們就把這兩條腿 放到身體上面 OK 已經安裝好了第一條腿 其實他這個腿是活的 它像五股雞爪 小星星說這個像五股雞爪 哈哈 是有點像啊 是有點 對 但是是恐龍 現在安裝第二條腿 OK 繼續 安裝恐龍頭 哇 搞定 這是一條沒有尾巴的霸王龍 好醜呀 加上尾巴就不醜了 十一點半 終於要拼好了 這就是龍尾巴 最後一步 合併就好了 這每一節尾巴都是活的 都是可以左右擺動的 終於完全的拼好了 是不是很壯觀 好大 很大吧 太大了吧 尖尖的爪子 鋒利的牙齒 長長的黑指甲 魁梧的身軀 哈哈 口臭口臭 以後再也不拼積木了 太耗實了 而且拼得手疼 不過看到結果還是蠻欣慰的 超酷 覺得好看的小夥伴 基本不好看 打給我一張 哎 哈哈哈哈 瞎說 不要聽他的 把好看打在公屏上 明天我們就把這頭霸王龍 送給哥哥 對了 這套視頻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啦 喜歡我們的視頻 喜歡 簡訊別弄著 發出檔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